傲慢与偏见是一部经典的英国爱情电影 改编至曾奥斯汀的同名小说 于2005年上映 这部电影以它精美的场景和深刻的人物描写而闻名 让观众回到19世纪的英国 感受那个时代的风情 故事的主人公是伊丽莎白的班奈特 一位聪明美丽的女孩 她的家庭并不富裕 但有位女儿 她们的母亲希望她们都能嫁个好丈夫 当时女性的地位很低 嫁个好丈夫几乎是她们唯一的出路 一次舞会上伊丽莎白和达西先生相遇 她是一位富有的绅士 但却因为傲慢和冷漠而让伊丽莎白对她产生了反感 在达西的眼中 伊丽莎白和她的家庭都是没有地位的平民 而且她的家人都很轻浮 这令伊丽莎白很生气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伊丽莎白渐渐发现达西是一个好人 并最终接受了她的爱情 这部电影的场景设计非常考究 从建筑到服装都非常精致 许多场景都是在真实的英国乡村拍摄的 这使得电影更具有代表性 此外 演员们的表演也非常精湛 特别是凯拉 奈特利和马修麦康纳等主演 他们的演技非常自然 让人完全沉浸在故事中 总之 傲慢与偏见是一部非常精致的电影 它展示了19世纪英国社会的风格和价值观 观众可以从中体会到爱情 家庭和社会的复杂关系 并欣赏到精正的场景和演技 这部电影将经典的小说带到了大荧幕上 成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